今天起床的時間是4點 因為昨晚看完播之後再做完其他事情 我睡的時候已經是早上8點了 但我現在又要馬上出門了 因為要趕著去馬會做事 然後今天拍的節目也挺長 要拍到12點 我現在還是放了底妝就會出去 現在是晚上時間10點 我下班了 太好了 給原定的時間早了2個小時下班 因為本來是叫到12點 但我是剛剛拍攝的東西 不能外出 所以中間整個過程沒有拍到給大家看 我現在要先換了鞋 因為今天是穿one piece 然後穿了高跟鞋 雖然不是很高 應該是3cm左右 但因為是由拍攝開始 拍了那麼多個小時 一直都是站在那裡 所以超級累 我本身其實很多時候做事 我都不是整天需要穿高跟鞋 我其實不算真的很習慣穿高跟鞋 所以一站得久 剛剛隔了一會之後 我已經覺得很累了 但我也很開心 因為真的早了2個小時下班 而且也很肚餓 現在要想想吃什麼 嗨 看到我這個外套就知道我已經洗好了 因為我剛剛回到家已經是11點 然後回來之後脫掉的外套 我突然間覺得很冷 所以我就選擇先去洗澡 同一時間就去了點外賣 本身如果大家記得 應該是記得我昨天還點多了 那個粉還在冰箱還沒吃 有想過今晚回來吃 但是我真的太餓了 今天全天都只吃了 剛剛臨出門前在OK買的那個包 回來那一刻已經覺得很餓很餓 然後我覺得自己今天一定要吃飯 所以那個粉就可能真的有再留下明天才吃 給大家看看我今晚吃什麼 又是點了這個首爾兄弟這個拌飯 之前在我的vlog已經出現過了 如果有看過的大家應該不會覺得陌生 還有因為今天我點了一個餐 所以就賣了這個類似飯卷的東西 本身它應該是有5塊的 但剛剛在我一路洗完涼洗頭期間 我就已經吃了3塊 因為太肚餓了 看到我這件衣服 多漂亮 這件是我們在韓國Spa學買的 Harry Potter系列的一件睡衣 真的冷了很多 所以終於可以穿長袖衣服 長袖褲睡覺了 我可能會吃過這間餐廳 我點這個是壽司豬肉 以前一開始我一定會點牛肉 但吃完之後 我覺得他們這些壽司的豬肉絲都很好吃 我很少晚上會吃飯 其實現在是11點9的了 但也沒辦法 今天真的沒什麼怎麼吃 一定要先吃飯 Gary在這裡說這場加拿不對烏拉龜 我們就趁機局前 就趁機後房間哄開 你有沒有看到他發聲 嗨 早安 這裡原來玩法已經是Vlogmas 應該是第三天了 因為已經12月3日了 現在時間是下午4點 我終於起身了 昨晚我本身只是在收拾一些衣服 然後我又突然覺得 反正都真的冷了很多 這兩天就覺得 要轉買櫃吧 然後我就很大工程搬了很多東西出來 我沒有拍給大家看 因為我們家真的很亂很亂 我不想走遍大家 然後機會又沒回來 所以是我自己一個人 琴上琴落 把所有衣服換過 總之就搞了很久 總之又搞了很久 然後一邊玩過又一邊看 結果也是看第二場球才睡 所以睡那天其實都差不多6點了 Gary現在都還睡了 因為他的時間還電 因為剛剛今天早上 他要做個菜日精華 菜日精華意思就是 要把之前幾天的球 濃縮了一些精華的片段 他就要回去錄個VO 所以昨晚他就要看完所有球 然後再做一點點功課 他應該是遲了我一點睡 我猜他應該6點鬆一點睡 但是他7點就要起床回公司 錄個菜日精華 不過我想大概都是六半個小時左右 就錄完 他就回到家 所以他現在都還在睡著 我現在起床的第一件事 因為已經4點了 但是我稍後7點左右要回到公司 我要先剪了昨天的影片 所以我現在先剪了影片 我覺得很肚餓 但現在很麻煩 如果我這樣也是叫一個人的份量 好神奇 我好像找到去年Vlogmas 我忘記大家有沒有印象 我不是吃過一塊包 我說他很硬的 好像咬完後 上臥會難過一個狀態的包 過了那個月之後 那間店好像 不知為什麼我一直都在外賣平台找不到他 然後我剛剛在找的時候 就突然看到他好像說他搬了去灣仔 然後他現在又再開外賣這個服務 我好像可以叫他 我超想吃的 我整天都 讓我看看 雖然真的很貴 這包真的差不多在外賣有整塊水 好像又要加一樣東西才能夠100元 就是這一塊 硬到好像石頭的包 然後我還點了一個Yogurt 嘩 看起來好像很好吃 我找到我的Comfort food 原來就是這些 我看到這些東西 終於覺得很想吃了 它還有一些醬 它有些蘋果肉桂的果醬在裡面 這塊東西 超級厚 這已經和之前我吃的那款包有些不同了 因為它好像少了選擇 其實我不是應該要焗一焗它嗎 因為包硬得來它不是脆的 但好像已經沒有這樣的時間 我已經回公司拍攝了 剛剛已經化好妝 正在弄髮 今天頭髮很重 不是今天頭 今天頭髮很重 今天樣子還是很重 因為從起床開始到現在都 其實不是很多個小時 對呀 4點起床 只是5個小時的時間 我今晚就只做一場 只做頭場 我現在在弄髮的時候 把握時間 要先剪完影片 因為現在已經是9點 不知道究竟我今天 可不可以在12點出到Vlogmas的第一集和第二集 我現在在認真向我的髮型師請教 到底前面這兩支東西是如何向出向入的 我這樣這邊 我現在這樣就為自己向出 這邊這樣 這樣吧 這樣就向入 第一次這樣是向入的 這樣是不對的 這樣是不對的 這樣是對的 我以前可以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 最近做 它突然間好像 整整一下做不到 我剛剛終於做完我的影片 然後我前面的東西都拍了 我現在正在上載 所以現在是12點半 我終於可以吃我的晚餐了 今天這個又 和牛漢堡吃了 雖然現在已經是12點半 差不多 但我剪好這條片 我都會上載 大家 有份叫我剪Vlogmas的朋友仔 你們一定要留個鹽給我 知道嗎 告訴我 你們真的是人在等我出片 好像從來沒有試過 12點出片 Anyway 我一定會出去 下班 給大家看看 剛剛的頭已經放下來了 好看的 我已經下班了 剛剛就坐車 但我現在還沒回家 因為剛剛下班有個朋友 找我說他們整班在 我們住附近的朋友的家裡等看過 所以我決定先上一上去 反正如果是自己回家的話 當然會看第二場播才睡 然後我想說 剛剛我出了Vlogmas的第一集 其實是12點半出 都真的很厲害 我之前有跟大家說過 其實我們youtube有一個APP 有一個數據 例如我近這十條片 出完一個小時之後 最多人看是哪一條片 會有一個排行榜 我剛剛看過數據 即我出完第一集Vlogmas之後 Vlogmas的排位 都真的挺前下 而且因為大家有很多留言 所以都真的給了一些動力 很多謝大家 令到我可以有動力 會繼續堅持剪下去 但是每一個人有我擔心 其實真的每一天都是 看著我在這裡 下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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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剪片 只看這三天我拍照片 我自己剪的時候 都已經覺得 哇 糟糕了 又是那個化妝間 又是那個鏡頭 只要大家喜歡的話 就可以了 我現在就走到我朋友家